这次我们讲一下肩关节 分别有肩关节的骨 关节 以及相关的肌肉和功能分析 那么这一次我们先讲一下骨和关节 以及功能分析 大家可以先加一下张老师的微信 入群以后我们可以在群里面有问题的话 来给大家答疑一下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骨 肩关节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一个关节 它应该叫做肩甲复合体 包括这四个关节分别是 胸骨和锁骨所组成的胸锁关节 锁骨和肩甲骨的肩峰组成的肩锁关节 那么还有肩甲骨和胸阔组成的一个甲关节 叫做肩甲胸阔关节 由于这个地方没有关节囊 所以可以叫做甲关节 那么狭义的肩关节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最后一个鱼弓关节 指的是关节 就是肩甲骨的关节鱼和肩骨头 所形成的鱼弓关节 那么这四个关节叫做肩关节 或者总称为肩甲复合体 那么肩关节的所有的运动都应该分析这四个关节的相互运动 而不是某一个关节 那么同时肩关节这么复杂的联系组成 就意味着在运动过程中如果有韧带 有肌肉 麻痹 目击顺序 收缩顺序 发生改变 就会导致它异常的硬力和代肩 导致肩关节的病例 所以它的功能分析就显得非常重要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骨 这是我们看到的胸骨 胸骨分为三部分 胸骨饼 胸骨体 有所谓叫做胸骨干 往下是建筑 胸骨饼和胸骨体组成的连接部位叫做胸骨脚 对应的是第二类 可以是技术的一个标记 这是胸骨 那么胸骨上腐着的肌肉有哪些 你看这是胸大肌的腐着部位 这是胸索乳突肌的胸骨头的腐着部位 好 我们再看一下锁骨 再看一下锁骨 这是锁骨的内侧头 锁骨内侧和胸骨组成的这个关节 那么锁骨上的腐着肌肉有哪些呢 胸大肌 还有胸索乳突肌 再往外 这个地方有上方斜方肌的腐着 还有三脚肌前竖的腐着 那么锁骨再往外和我们刚才讲了肩胛骨的肩峰组成 肩锁关节 就是这个位置 这是锁骨 你看锁骨的内侧是靠前 外侧往外走有点靠后 这是它的走形 大肢走形 我们从上面看到 那么把这个锁骨掉个个 底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锁状结节 锁状结节 同时下边也有锁骨下肌的腐着部位 这是锁骨下肌 整个在这个地方腐着 所以这两个部位 需要大家知道 后面我们会讲它的功能 那么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骨就是肩胛骨 那么首先看第二个图 这是锁骨 这是肩胛骨 这是肛骨 在肩胛骨休息的时候 肩胛骨和这个胸阔 它的关系是什么 肩胛骨和胸阔的关系是 相对于胸阔 有向前就是和这个额状面 或者叫做罐状面 有一个向前的35度 往前的35度 那么肩胛骨的这样一个向前35度的平面 叫做肩胛平面 现在你可以做一个动作 做一动作 手臂举过头顶 举过头顶 那么你用两个平面来进行做 首先是在人体完全侧面 来做手臂完全举过头顶 你会发现有点困难 但是你的手往前 大概35度的时候 举过头顶是比较轻松的 那么往前35度 就是肩胛骨平面 那这个时候 完全肩关节外展的话 是比较轻松的 好 那么肩胛骨上有什么样的重要的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肩胛骨往前的有一个秃秃 这是会秃 这是肩胛杠往外的肩峰 肩峰 那么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会秃 肩胛骨 这个上外侧 这有一个关节鱼 有时候也叫做关节窝 和肱骨头形成肩关节 这是后方 后方 我们从上面看到 后方的肩胛杠 上面是杠上窝 你看会秃上腐着的多少结构 有韧带 斜方韧带 追踪韧带 有肌肉 胸小肌 汇空肌 光荣头肌 还有其他在韧带 所以是汇突经常作为一个治疗点的原因就在这 有韧带 有大量的肌肉在这边附着 容易出现问题 经常作为一个治疗点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肩胛骨平面 是一个向前的35度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从上面看 这是后方 追骨 这是前方 胸骨 这是肩胛骨 那肩胛骨往前 你看 这是 这叫什么面 这叫冠状面 也叫做额状面 它相对于额状面 往前 有35度的 这个 这叫做内旋 本身应该是这样的 额状面 如果往前 这叫做内旋 大概内旋 35度 这是肩胛 平面 肩胛骨所在的平面 叫做肩胛平面 那么还有一个 这有一个30度 这个地方 有一个30度 这30度 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这个肩骨 肩骨头和这个额状面 大概有一个30度的后倾角 那么还有一个锁骨 锁骨相对于这个贯状面 或者额状面 有一个向后 你看锁骨 这是锁骨的内侧 往外的话 它往后走 往后大概有20度的 一个偏离 加强 那么我们讲完了肩胛骨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肩骨 这是上半的肩骨头 大鸡节 大鸡节上 辅住了三块肌肉 港上肌 港下肌 还有小元肌 那么 肩骨的后方 还辅住了几个肌肉的头 比如 宫三斗鸡的外侧头 内侧头 这是绕神经沟 所在的肩骨 这是肩骨的后面关 刚才我们讲了一下 这个骨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肩关节 肩关节 那么肩关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肩胛骨和胸阔 形成的肩胛胸关节 这个关节实际上不是一个关节 它仅是两个骨 不是两个骨 是胸阔和肩胛骨 所形成的一个解剖连接点 那之间没有关节囊 因此是一个甲关节 因此是一个甲关节 那么肩胛骨相对于胸阔的运动 叫做肩胛胸关节的运动 那它的运动 其实主要是由于两个关节来发护症 哪两个关节 一个是肩锁关节 还有一个是前方的胸锁关节 所以肩胛骨上辉旋 往上走 往下压 它的运动都是由胸锁关节和肩锁关节 发生运动所产生的 那么既然这两个关节这么重要 我们要反复强调一下胸锁关节和肩锁关节 首先看一下胸锁关节 胸锁关节的一般特征 它是由谁组成的 由锁骨 上方的锁骨 胸骨 还有下方的勒骨 下方的勒骨 那么上缘 再往外的话 直接和上肢的骨骨中肘骨相连 所以就是说肩关节的这四个关节里面 胸锁关节相当于是上肢和中肘骨直接相连的部位 那其他的几个关节都不是和中肘骨直接相连的 所以就这个位置和中肘骨相连在一起 那么这个关节要求它什么 第一个要稳定 第二个必须允许大方位的运动 为什么 因为肩胛骨的运动要靠它 后边我们会讲功能解剖的时候 你会理解这一点 那么这个关节如何实现既稳定又大方位的运动 周围大量的节地组织包扰 同时它这个关节是两个安装 不规则的安形关节面所形成的 如果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比如求凹关节的话 那肯定运动幅度会下降 所以它需要稳定大量的节地组织 它需要大方位的运动 这个关节面是安形关节面所形成的 那么周围大量的节地组织都有哪些呢 首先是关节囊 那么关节囊由什么组成 由胸锁前韧带 还有胸锁后韧带所组成 就是这个地方的韧带 这是胸锁韧带 这些韧带组成了这个的关节囊 那么同时在这个关节运动的时候 还需要肌肉参与运动 参与这个稳定 拿几个肌肉 一个是胸锁入肚肌 胸锁入肚肌就辅住在胸锁关节上 那么再有就这个关节后方 还有两个肌肉 分别是胸骨甲壮肌 还有胸骨舌骨 所以这个关节 一有关节囊 二有前后的肌肉 在这个地方稳定 当然了这个锁骨下方 还有一个肌肉 就是锁骨下肌来进行问题 那么因此如果这个关节出现了紊乱 一静态稳定下降 比如关节囊 二这些动态的肌肉 分别有胸锁肉足肌 胸骨甲壮肌 胸舌骨肌 还有锁骨下肌 它如果出现了问题 很容易导致这个关节的功能 那么这几个肌肉 我给大家说一下 胸脱乳肚肌 上方在乳肚上辅住 下方在锁骨和胸骨上 在这个关节的前方 那么后方的有胸骨甲壮 胸骨舌骨 还有胸骨甲壮肌 在这个关节的后方 做动态 发挥动态问题 那么再有就是这个关节的运动 这个关节的运动 关节的运动 我们可以看成这个锁骨 锁骨 我们来看 这是内侧的 这是外侧 锁骨 它可以抬高 外侧往上抬高 也可以压低 这是上下 往上抬高 往下压低 也可以往前伸出 往后缩回 同时它本身也可以旋转 这个旋转叫做向后旋转 那反过来叫向前旋转 那么锁骨的这个运动 不管是抬高压低 深处 幅度是非常大的 它这样的运动有什么意义呢 它的运动 其实主要是为了保持肩胛骨的理想姿势 那么肩胛骨的理想姿势为了什么 为了接纳肱骨的肱骨头 那这个反过来就说 如果锁骨的运动轨迹 运动顺序 运动幅度发生改变以后 肩胛骨的姿势会发生异常 那么肱骨头和关节 于所组成的这个关节肯定对合不良 而导致肩关节 就是鱼肱关节这出现了异常 出现了病病 所以你想一下 这几个关节要完美的配合 你才能完成这样一些动作 那么再有鱼肱关节 就我们说到的这个地方 鱼肱关节所有的功能运动 其实都包含了胸锁关节的 也就是锁骨的运动 所以就是肩关节这个地方 所有运动都有锁骨的一些运动 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 就是刚才笼统说 具体来说 首先这是锁骨的内侧头 锁骨的外侧 这叫胸骨头 这叫做外侧的和尖锋 所形成的这个关节 那么它的抬高 我们主要是内侧 它不可能说往上抬高 主要是外侧往上抬高 抬高和压低 抬高和压低 其实是锁骨绕着墙后的这个轴 在额状面或者叫做罐状面上 来进行抬高和压低 那么抬高 抬高 抬高最大的角度 45度 压低的话 度数比较小一点 10度左右 这是抬高和往下走 那么再有是伸出往前 就是往人体的前方伸出 还有往后 是缩回 那么前后缩回的角度差不多 15度到35度 不同的人是不一样 或者说测量方式不一样 可能这个结果也差异比较大 大概一个范围 15到30度 15到30度 那么锁骨的水平面运动 与肩胛骨的伸出和缩回有关 什么意思 就是锁骨的伸出和缩回 和肩胛骨的伸出和缩回是相关的 也就是锁骨缩回 就伴有肩胛骨的缩回 那再有就是锁骨绕着 它这个长轴的向前和向后的旋转 向前和向后的旋转 那么当肩关节外展 或者是当肩关节前去的时候 锁骨的 锁骨的旋转就在发挥 比如外展的时候 锁骨其实有一个向后的旋转 度数大概是20到35度 你想一下 如果肩关节外展的时候 锁骨的旋转受限 就是关节出现紊乱了 它肯定不能正常的外展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关节 也就是这个胸骨锁骨关节 就是胸锁关节 那么接着我们讲一下锁骨的外边这个关节 也叫做肩锁关节 肩锁和胸部做形成的关节 那这个关节 里面的胸锁关节我们叫做S SC 肩锁关节 AC 可以英文字母 简写 AC 大多数的肩锁关节 都有一个不同形式的 这里面有一个不同形式的关节盘 这里面有个关节盘 属于一个滑动关节 平面关节 同时周围有关节囊 这是关节囊 同时周围有关节囊围绕 这个关节囊由上下韧带加固 上囊韧带 上囊韧带 就是上边的人 由三角肌和斜方肌来加固 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关节的静态稳定 是由韧带来发挥的 注意韧带的发挥作用 一是它本身的本事 那么再有就是一些动态肌肉的才艺 比如上囊韧带的稳定 作用静态稳定的发挥 需要三角肌和斜方肌收缩 来加强的 再有含一个韧带 会锁韧带 会突和锁骨之间的韧带 这会锁韧带 这个会锁韧带 也可以稳固肩锁关节 这是这样一个韧带 那么这个胸锁关节 允许锁骨运动的活动度是非常大 它的活动度大 主要是引导着肩胛骨来运动 但是肩锁关节的活动度相对来讲 就没有那么大 就没有那么大 主要是一些轻微小范围的运动 但是肩锁关节这种轻微的运动 提供了或者说为肩胛骨 这个地方肩胛骨和胸阔之间 它们正确的或者说理想的关系 它们的相对关系提供了一个微调节 如果没有这个地方的运动的话 它和胸阔的关系 也就是肩胛骨和胸阔的关系 也会出现异常 那么再有 再有就是这个关节的上下旋转 也就是肩锁关节的上下旋转 当肩胛骨这个地方 肩胛骨坐于锁骨外侧相关的 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肩胛骨坐一个向上的 向外的摆动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需要肩锁关节处的肩胛骨向上旋转 你看就这样 向上旋转 那么肩锁关节 这个地方的运动主要是拿两个面来 一个是水平面 水平面的运动 水平面的运动 水平面的运动其实就是肩胛骨 肩胛骨的向外旋转 这是往内书可以认为是向外旋转 这往前走是向内旋转 这是水平面的运动 那么还有始状面的运动 始状面的运动 它主要是这个上 就是往前倾往后倾 往前倾往后倾 这是始状面的运动 所以这个面如果你搞不太清楚的话 你知道肩胛骨绕着这个关节 有向内旋转 还有向外旋转 还有前倾向后倾斜 这两个两对方向的运动 那么同时肩锁关节其实提高了肩胛胸 关节的运动质量 什么意思 比如在质量方面 在质量方面 肩胛胸关节伸出 也就是肩胛骨往外 往外走伸出 这个时候需要肩锁关节内旋 注意啊 就是肩胛骨往外走 离开中央往外走的时候 常常伴有肩锁 肩锁关节 往内旋转 这个地方要有旋转 那你说如果没有这种旋转 会出现什么情况 会出现肩胛骨和胸阔之间 它这个容阔不相适应 因为它们俩本身一个是稍微突点 一个稍微凹了点的 这样可以对准 它这样一个关节面 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旋转的话 会出现咯咯咯咯 所以有些肩关节是咯咯咯咯响里面 而且好像幅度还很大 可能和什么有关 这个地方的关节 稳乱了 或者说使这样运动的这些肌肉 功能下降 那么同样道理 当耸肩的时候 也就是肩胛骨往上走 其实所谓也需要往上走 耸肩的时候 常常伴有 肩胛骨要向前倾 如果耸肩的时候肩胛骨没有前倾 也会导致它们之间 就是肩胛骨的前方和胸阔 它们的这个面对的不准确 那么结果也会导致咯咯咯咯 所以有些人往外咯咯 有些人往上咯咯 原因是什么 可能和这个关节的运动功能障碍 有一定的关系 那就是一句话 肩锁关节 肩锁关节这个地方 使肩胛骨 一个是 往内 往外旋转 还应该是往前倾 往后倾 它提高了肩甲胸关节的运动之类 如果没有它的话 会导致咯咯咯咯 那么因此 一些出现弹响肩的患者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AC肩锁关节的功能了 好 那么第三个 我们讲一下肩甲胸关节 反复说到这个 肩甲胸关节不是 实际上不是一个实际的关节 两个面也不直接接触 因为很多关节就是有关节囊 然后中间形成关节 但是这个没有 它们之间有肌肉隔开了 有哪些肌肉 比如你看肩甲过前方 应该是肩甲下肌 肩甲下肌再往前是谁啊 前聚集 同时含有竖集 所以你看肩甲骨和胸阔之间 它们至少有这三个肌肉 肩甲下肌 前聚集 竖集 这些肌肉相对来说比较厚 润滑 所以在运动的时候 可以减少摩擦的作用 假设这些肌肉出现了 刚才我说了残想肩 可能是关节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这些肌肉 这些肌肉的肌膜出现了问题 而导致 这个骨和骨之间产生 咯吱咯吱的生命 出现了关节内的异常接触 那么和这些肌肉 都异常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再有 我们来看一下肩甲骨的一些特点 肩甲骨往上和第二类 往下是第七类 肩甲骨的内侧圆和脊柱正中央 它的距离大概有六厘米左右 这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肩甲骨在静止状态下 有一个前倾的角度 大概十度左右 同时有一个上回旋 这个旋转 外展的时候肩甲骨上回旋 上回旋有多少度 五到十度 这个上回旋非常关键 就是肩甲骨正常 需要有一个上回旋 这样一个角度 这样一个角度有什么用呢 可以使关节鱼 有一个向上的斜面 这个向上的斜面 可以维持鱼弓关节的稳定 如果是下回旋的时候 会导致关节不稳 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它 那么再有肩甲骨会有一个向内35度的旋转 我们刚才也讲了 从上面看 它和额状面 或者说和冠状面 有一个角度 向前35度 其实是肩甲骨向内旋转 向内旋转35度 那么肩甲骨和胸祸之间的运动 我们刚才说了 它主要是由于胸锁关节和肩锁关节 相互配合所表现出来的运动 那么其中这两个关节 任何一个出现的功能紊乱 就会限制肩关节的活动 好 那么既然讲到了运动学 我们就分析一下肩甲骨的抬高 肩甲骨的抬高 是由胸锁关节和肩锁关节的旋转 你看往上走 这个地方往上旋转 这往上旋转 来使得肩甲骨的抬高 所以是肩锁关节和胸锁关节的旋转 共同道理 那么当极大的就是耸肩 最高程度的耸肩的时候 那一般是在这个锁骨绕着胸锁关节 这个地方旋转 所直接导致的 也就是最后耸肩节段 是由这个关节的旋转所导致的 那么关于这个肩锁关节 在极度耸肩的状态下 它会有微向下回旋 这叫上回旋 往这个动作有一个下回旋 所以在耸肩的时候 肩锁关节会有一个下回旋 有什么作用 因为它这个地方上回旋 这个肩甲骨会 肩甲下脚转会往外走 翘起来 同时肩甲骨的长轴和地面不垂直 那么如果肩锁关节的 有一个下回旋的话 它可以保持肩甲骨和地面的垂直 那么和地面垂直干什么 其实还是保持余宫关节的纹力 这是往上抬高 往下的话刚好是相反的 刚好是相反的 所以你看抬高是这个关节往上旋转 这个关节是下回旋 共同导致肩甲骨的抬高 那么再有是肩甲骨的伸出 肩甲骨往外走 肩甲骨往外走 是这两个关节 肩甲骨关节肩甲骨关节旋转的综合 我们从上面看 这是肩甲骨关节 这是肩甲骨 肩甲骨往外伸出 其实这个关节 肩甲骨关节这样旋转 这个地方往这个旋转 而导致肩甲骨的伸出 那么其中有任何一个关节的功能出现了障碍 可能有另外一个关节来代偿 比如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减小了 那可能肩甲关节的活动度要增加来代偿 来增加来代偿 那么如果是肩甲关节功能出现了紊乱 这个时候肩甲关节会以更大程度的伸出来代偿 那么结果可能会限制肩关节的其他运动 比如这个地方代偿更多的时候会导致上肢前身的功能出现异常 那么再有旋转 旋转 肩甲骨的上回旋 这叫上回旋 那反过来就是下回旋 那肩甲骨完全向上旋转 那其实是谁 其实是这个胸锁关节 锁骨往上抬高 抬高 那么肩锁关节 肩甲骨往上绕着这个地方旋转 所以就是锁骨抬高 这个地方旋转 共同出现这个肩甲骨的上回旋 那么在肩关节外展从零度到180度的时候 需要鱼弓关节 这个地方外展120度 需要肩甲骨上回旋60度 后边我还会讲肩弓节律 那么如果没有向上的肩甲胸关节的60度的旋转 会导致肩关节整个纹乱 整个功能的纹乱 那么在外展的时候 一般是在肩甲骨平面 还是那句话 如果我们完全在身体的两侧 你将手举过头顶的话会非常困难 但是如果往前35度的话 举过头顶非常轻松 这是在肩甲平面 全肩外展是比较轻松的 那么在外展的时候 肩甲骨上回旋 一向上旋转的肩甲骨 使关节窝 这个地方关节窝 向上 向上 那么这个有什么应该作用呢 为上肢最大限度的身提供了 结构的这个动作基础 那么向上回旋的肩甲骨 也可以使 也可以使 鱼弓关节处的斩肌 主要是三脚肌的中竖 还有 港上肌保持理想的长度和张力关系 什么意思 如果在外展的时候 没有肩甲骨的上回旋 三脚肌和港上肌 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就这个 就这个意思 如果肩甲骨 没有上回旋 那么结果就是 三脚肌和港上肌 不能发挥 它应有的作用 那第三个 上回旋的肩甲骨 可以帮助 这个肩峰 这是肩峰 下 这个空间的保持 那什么意思 如果上回旋60度 不能及时上回旋 会导致 肩峰撞击综合症 反过来说 肩峰撞击综合症的患者 一般有上回旋能力的障碍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分析一下相关的肌肉